文章的是帕格医生 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美国医生 他的一个中文的一个官方频道 这个呢是在那个油管上面 就是他的这个中文频道 我们国内的人呢 因为不能上油管这个网站 我们看不到 但是能够看到这里边的一些内容 他呢叫做中文健康知识 这也就是当时他的一个视频 我们看看 在国外这些东西是怎么样理解的 首先第一个一句话 想了解你对哪种食物敏感 你可以做IGG抗体检测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给大家推行的 建议大家去再 先去购买一个我们的IGG检测 你要了解了自己的问题 我们才能帮你解决问题 因为很多伙伴是什么 你不了解自己 你让我们给你猜 就是我这样了 让你去做 你又不去做 我这样了 我那样了 这就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在这里猜这个问题 其实这样的话是非常浪费时间 所以我们以后的话呢 会针对一些 真正关注自己的话 先把一些检测先做好 好 我们看到 最快的一个 谈到了几个问题呢 最快消除过敏 细胞自视和自然疗法 这个也是我们所要给大家 所讲的一个 叫做那个 伯格医生 他的一个 什么叫消除过敏 第一名的解药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那么 在这个里边 大家看到没有 因为这个是通过他的英文 用语音翻译的 所以话题有点啰嗦 不是那么的书面 这个大家要简单的能够理解一下 那么 真正的过敏和蛋白质相关 食物敏感 会延后反应 就比如说 你吃了一些东西之后 两三天之后 你会找到是什么呢 头疼 精神差 沮丧 疲劳 肠胃炎 失诊和关节炎 所以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每天处于的 这个倦怠 疲劳 没精神 其实很多 它是一个慢性炎症 疾病的一个基础 但是它的核心原因 就是你自己的食物的不耐受 所以说在这里面 叫做什么呢 哺乳动物抗体 IGG检测 也叫做什么呢 也叫做免疫出蛋白的一种检测 那么在这个里边会发现什么 我们看到这里边会有 IG1 IG3 IG4 它是可以穿越胎盘屏障的 这里边讲了一些知识 我们可以淡化一点 不去管它 来 我们要理解的是什么呢 食物敏感 带来的结果 看看这段话 大多数是全身不舒服 通常没有严重的症状 但是食物过敏 有严重的发炎 所以说敏感和过敏 是一件事情的两个阶段 大家会发现 我吃了一定的蛋白 身上起疹子 我吃了这个桃 桃毛我过敏 我会怎么样 花粉过敏 我会怎么样 这个是你能感知的 这个叫严重的发炎 而食物的敏感 属于非严重性的发炎 它叫过敏 而它是敏感 这个是不一样的 好 在这里面 就是我们一直给大家强调的 去除过敏源 所以说 有中老年慢性疾病的人 大家一定要先把这个检测做好 这就是我们对你们要求 以后做过检测 才可以来进我们的直播间 因为不然的话 你不了解你自己 我也不了解你自己 你的慢性疾病的根源在哪里 我们找不着 那么在这个里面就会发现 你如果不剔除这些过敏源 那么你的肠道就会变得有问题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给大家讲的肠漏 老年人的肠漏问题不解决 那么你身上的诸多慢性疾病 都很难把它解决掉 好 什么叫做肠漏呢 这个文章 这个文章也给大家 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说明 所以为什么说 今天的课程准备的很好 说是以后我们的一个关于纯净生活 抗炎自救的一个标准的一个课程 每一个人先看我们今天的课程 看懂了 有兴趣了 认可了之后 那么做好检测之后 再进我们直播间 我们会针对着一些有价值的客户 给大家讲一些有意义的知识 就不要在我们这边闲聊自己的一些 东打听西打听的一些事情 我们没有 以后因为这一年多 稍微空闲一点点 给大家开的这边比较多 正上转长了工作之后 我们有很多的线下教学工作 所以大家要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吧 好 当我们的肠道细胞和蛋白被破坏的时候 缝隙变大 来我们看看这句话 原本无法穿越肠壁的物质 进入了血液 包括什么呢 细菌 蛋白质 难消化的纤维 以及一些复杂的糖类 这会就会出现 我们肠壁产生的酶不够用 我们的菌不够用 那么在这个里边 这些物质一旦进入我们的血液 会带来一种什么呢 蛋白质 这也就是我们所讲的 不是有人总在问我们 桥本的问题 桥本就是因为 一些蛋白质进入了你的身体 进入你的血液 你的身体的免疫力 会怎么办呢 会清除它 好 我们看看下面的话是怎么写的 肠道内紧密连接层 一旦有漏洞 一些蛋白质和其他分子就穿过去了 让我们的免疫分子产生反应 然后会攻击这种渗透进去的食物跟分子 那么这会的话就会产生一些攻击反应 攻击反应带来结果是什么呢 如果你的身体细胞和你的自身的不耐受的东西 长得一样 身体在攻击你不耐受食物的时候 同时攻击了你身体的细胞 这就是我们诸多诸多免疫类疾病的游览 包括桥本 包括我们所说的类风湿 包括我们很多的白血病 诸多的问题都是来自于这里 都是内在性的炎症 自身攻击的一个表现 因为比如说肤质 肤质这样的一个蛋白质 它长得非常像你的甲状腺细胞 它们俩非常一致 长得外形很像 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系统 没有办法精准识别的时候 它对长得像的这个物质 在做定点清楚的时候 伤害了你自己的甲状腺 这是它疾病的一个由来所在 所以我们的诸多疾病 都是来自于什么呢 我们内心当中的免疫调节方面 所出现的问题 好 在这里面谈到了一种叫做细胞自视 什么叫自视 自视简单理解 轻到肤 我们自己的细胞 我们自己细胞里边的抗氧化的物质 然后把什么呢 把一些过分的能量 垃圾的细胞清除掉 这就是一种人体的保护作用 好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下面一句话 身体消除没有用的破损的蛋白质 是一种生存机制 所以说我们会发现 人吃多了会造成非常严重的疾病 但是人适度少吃一点点 还好倒不太会 大家也会发现 现在为什么在国际上会流行着一些 什么就是什么饭吃八分饱啊 甚至什么十六八呀 这样的一些 就是让我们少吃一些饭的饮食方案 其实包括我们说 日本人每餐为什么都吃的少啊 其实核心的一个目的 就是让我们身体能够主动消除 没有用的破损的蛋白质 但是我们人 中国人在这方面是非常的无知 大家每天吃着太多太多 吃着太多之后 就会把你的这个 身体当中的垃圾物质过多 没有办法清除 那么为什么很多人会出现 夜晚的睡眠不好 很多都是因为你自身的 制造的垃圾物质太多太多了 垃圾物质来自于几个方面 精神压力也是一种 包括我们说 饮食当中的食品添加剂也是一种 那么当把这些垃圾物质清除掉之后 一个非常简单的条件是什么 那么我们把晚饭的服用 吃饭时间提前一点 晚饭的量变少一点 让我们身体 因为白天的清除垃圾 它会清除掉一部分 因为你通过你的这个新天代谢 通过你的这样一个状态 会清除掉一点 但是你如果到了夜晚 还带着很多垃圾过去 也会造成你的睡眠障碍 所以我们很多人会说 喝酒会不会让你快速入睡 是 但是喝完酒之后 半夜醒来 根本嗷嗷觉的睡不着 为什么 因为喝酒本身 它是靠麻痹神经的作用 让你的身体能够进入到一个入睡 但是一旦多了之后 酒本身就是一种垃圾 因为我们的肝脏会形成大量的 以肝脱青霉去处理它 这样的话 你就会制造成为一个什么呢 让你的神经麻眯了这个过程 你进入睡眠就是挺快的 但是过段时间之后 它开始清除这个酒类垃圾的时候 会带来诸多的问题 所以说自视 我们再看这样怎么理解 那么好 它下面也谈到了 人类的一些其他的自视水平 这个抑制组织安 这个我们比较复杂就不讲了 我们只讲到它的一些方式方法 好 这个里边也谈到了 为什么让大家去做这个IGG的检测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IGG本身和敏感体质相关 还有一个 这一点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自视是可以修复的 修复自视 重建我们的免疫系统 但是前提条件 你的免疫系统不要被药物伤害 你只要是大量的用过激素 你大量的用过抗炎药 你大量用过一些伤害 我们肝脏和肾脏的一些药物 那么肝脏是我们的免疫中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免疫体 你如果说他自己得到了一些伤害 你没有办法早期避免的话 会让我们的修复变得难上加难 好 下面就是看如何增加自视 最简单的方法 第一 断食 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一个简单的 一个康复方式叫做壁谷 就是长期的不吃饭 那么或者叫一天吃一餐 还有一个定期做长断食 包括48等等的 其实这样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什么呢 让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 因为我们70%到80%的免疫系统 来自于肠道 那么断食让肠道自我修复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我每一餐定量吃 绝不让自己吃到饱饱饱饱的那个状态 其实这也就是我们要教大家的 甚至你们会发现我不吃晚餐 我每天两餐 而且我两餐只有一百克的杂粮 也就是说蒸好了杂粮饭 大概是300克 因为你们总是在问我们 就是这样吃不饿吗 这样吃不饿吗 但是大家是什么呢 又不去做 因为你只有做了 你才知道 因为当你们每一餐饭都吃饱的时候 你细胞的自食能力就要减弱 那么我们年轻人管不住自己的嘴 我们就要用什么呢 细胞自食的替代剂 是什么 我们跟大家讲过的 EKG 包括我们的PQQ 包括我们的这个SPD 都带有这样的一个细胞自食替代剂的一个功能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 老年人也不建议大家去做断食 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 自己的肠胃功能的在下降 大家要采取的是什么呢 综合营养 每餐呢 少吃一点 也要用一些这样的一个替代剂 但是要懂得我们主要的功能 包括像亚金安呢 这样都是为了恢复我们身体的一个自食功能 这个是我们要对他有所认知的 好 下面一句话 知道吗 肠道的微生物好的细菌 会对控制免疫力 大有帮助 我们在三四年前就给大家讲过这样一句话 抛妇产的儿童更容易敏感 因为抛妇产的儿童是从妈妈的肚子里边出来 他直接接触的是产房里边 手术室里边的大肠杆菌等有害菌 而顺产的儿童是通过妈妈的产道 妈妈产道里边大量的乳酸杆菌会传递给孩子 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跟大家 大家一咨询我们婴幼儿的湿疹 我们总是会问他 你是不是抛妇产的 你如果是顺产的什么婴幼儿的湿疹 包括婴幼儿的就是这个黄胆 都会好很多 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所以说凡是抛妇产的儿童 一定要给孩子直接大量 因为你知道他没有经过你的产道 你们自己是没有当妈妈的 没有给孩子一生菌的 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怀孕期间妈妈大量的吃这种一生菌之外 生完孩子之后 小宝宝就要给他通过他的水里边 给他添加一生菌 让孩子慢慢的就是把这个缺陷补充起来 大家尽量去做顺产 这也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 规律运动 可以大大改善细胞磁石 其实规律运动是什么呢 规律运动就是制造一个规律性的能量缺口 你比如说我是每天下午四点钟 必须去做运动的 一个小时到三个小时的运动 而且我每周几做什么是规定的 那么这种运动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我在运动的这个时间 我的身体会得到一个充分的信号 它的能量加大 它的能量消耗要加大 那么这个时候 而我在中午的饭会吃的也没有这么多的情况之下 我会靠什么来给我功能呢 那么一些像以前没有完全用光的一些小垃圾 都能够被他用掉 所以规律运动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 要不就饿一饿自己 要不就是动一动自己 要不就是用一些我们的产品来帮你调整自食力 做热量 其实就是一个目的化 目的热量限制 限制住热量 那么热量最高的是什么 是脂肪 热量排名第二位的是什么 精致碳水 其实是基于热量限制 我们才让大家控油 改吃杂粮 包括怎么样的 后面的所有问题 都是来自于保护你的自食能力 这是我们的基础 老年人会一听就懂 好 喝绿茶 绿茶可以的 甚至包括中国人所长期用的什么 这个化粥的菊红 甚至陈皮都一样 都是一个目的 都是要提升我们的一个自食功能 因为它是什么呢 简单说 甚至包括我们大量的吃的这些抗氧化剂 大量的吃的这样的一些蔬菜 彩色蔬菜 都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大家看到没有 这是美国医生 他有一个他们对于中草药的认知 中药为什么起作用 就是一个目的 增强你的自食能力 当你自己 中药为什么得到核心的治疗机理 就是抗炎 就是一个增加自食能力 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但是甚至包括咖啡 在这里面的作用 也跟中药类似 但是我们更强调的是什么 这个里边就多了一个知识点 这种东西一定是现做现吃 现在大家在用什么 中程药 效果差了很多很多 还有什么呢 我们让医院的那种带煎药 用高压锅 我们以前煎个药 早上起来浸泡 然后下午去煎 那么一大堆的水煎成了一碗 然后把它喝掉 这种方式是对于中药的一个良好的功能的保护 而我们现在在医院里面 他们给你们煎好 煎好之后放冰箱 那么这种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因为它是什么呢 懂得了抗氧化的原理之后就都知道了 你这个药物 长期暴露在空气当中 还有一个你的提取的时间过短 还有一个你的存放时间越长 它的药效会越来越长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什么东西会越放越好呢 发酵类的食物 酸奶一天的跟三天的 它的菌群环境发酵程度不同 而你比如说像我们所说的这种花草茶类的东西也是一样 就是茶一定是中国人说绿茶是什么呢 像这些绿茶现泡现喝 而为什么不要喝隔夜茶 它里面就会有杂菌了 其实某种意义上说隔夜茶放过三个小时以上的蔬菜都一个道理 好 其他的还有一些减少过敏的方式 就是我们讲的日常养成吃益生菌的习惯 所以说我们有些伙伴问了一些很无知的问题 就是吃益生菌停了之后会不会便秘 其实以后就是这样的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 就不会再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因为我不希望在我们的直播间 能够问出这么无知的问题出来 日常吃益生菌是什么呢 80%的免疫系统是益生菌组成的 吃益生菌是什么呢 降低过敏 你会发现他们在建议睡前吃 我们在建议空腹吃 其实我们建议就起来第一件事 其实一个目的 为什么建议你们空腹吃 因为你们没有节食 你如果像我一样 我不吃晚餐 就是你反正你就记住 益生菌一定要在什么呢 你空腹状态下吃 你如果说你不吃晚饭 你睡前是个全空腹状态 吃也行 因为你跟早上差不多 你如果说我自己的话 我每天晚上还要陪孩子七八点吃饭的 那么你晚上入睡之前 是有肚子里不是空的 那么你就在睡前吃 在早餐之前吃 就是空腹吃 这是一个尽量让益生菌来保证的 日常吃益生菌 因为80%的免疫系统 是微生物的菌群组成的 还有一个 维生素D 这个是维生素D的一个非常牛的地方 不抑制免疫系统的情况下 抑制免疫反应 什么叫不抑制免疫系统 激素的作用是什么 摧毁你的免疫系统 然后就是重建 但是维生素D我不抑制你 但是我能控制你的免疫反应 大家不会把维生素D当做一个跟免疫相关 在中国人的认知里面 维生素D是什么呢 长高的 不钙的 其实这种知识太落后太落后了 大家看到没有 用维生素D抑制免疫风暴 控制炎症和超民反应 是异常的 包括这种高效的 异堂过高的免疫 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大家看到没有 维生素D非常重要 我每天至少吃多少 一万国际单位 一万国际单位 所以关于维生素D的认知 我们在美国看到的很多产品 一例是四千到五千国际单位 中国只允许生产什么呢 四百国际单位 只生产是什么呢 四百IU的 就是一个国际单位 他这里面也不是说一万国际单位 是一万个IU 因为这个翻译上有点问题 是一万个IU 我们是四百IU 四百IU是多少呢 是一个国际单位 也就是说在国外的话 很多人是吃多少 吃到二十五例左右 就像我们那个四百IU的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什么果量 我现在每天吃五六例 然后的话 我们也给大家推出了一个 维生素D的检测 你去检测一下 你让你的维生素D的水平 长期保持在三十纳克以上 最好到五十纳克左右 这就是我们发现 很多身边有皮炎的伙伴 没有做什么生活的改变 把维生素D吃够了量 把牛奶停掉之后 皮炎自己就好了 其实这就是一个 非常明确的一个结果 好 这个里面也谈到了新的一些研究 那么吃心也是合理的一个选择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 在我的每天的餐桌里面 会有一点点的海产品 为什么会有小球枣 这样的一些高薪食物的一个由来 其实这样的一些知识 只要你爱去学 生活当中很多很多 我们为什么很多人就是觉得 很困惑 都觉得我第一次听说 只不过大家以前没有关注 那么我们给大家打开了一扇门 我们更希望很多伙伴 能主动去学习 去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再看一下 还是回归到主题 热量限制 热量限制的主题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所说的热量限制是什么 大家看到没有 对于所有动物来讲 但是要限制什么热量 这就是为什么让大家从精米白面 变成杂粮 那么从油炒的肉 变成什么呢 蒸的肉 其实你会发现 我们要的是肉 肉里面对我们有营养物质的 但是油我们尽量就不要去碰它 为什么 因为油是一个 比如说像我们所说的 像亚马子油是我们推荐的 因为它是Omic3 有抗炎作用 而我们在 比如说我本来就吃的是一块猪肉 它里面有着非常丰富的脂肪了 但是你非要又把它炒了 你再给它添加的这个油 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热量 它里面甚至会带来很多的反式脂肪酸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懂得的是什么呢 热量来源该如何去限制 好 看到没有 热量限制最难的地方在于什么 这就是一个专业技术 为什么给你们 我们以后会给55岁到65岁之间 会配专门的营养师做指导 就是什么呢 要保证你们的氨基酸维生素摄入 不能让你营养不良 还要把总热量降下来 这个是个 因为大家会发现 我吃肉 吃肉的话会是什么呢 你的热量高 你的氨基酸不全 维生素不全 就是你说我吃大米 我们最简单的大米饭红烧肉 或者说黄焖鸡米饭 这是大家最强烈 在外面最常见的快餐 好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就能看到一个什么结果 大米饭是个空热量 它就是个糖 它就是个碳水 不太会有什么别的营养物质 那么好 黄焖鸡米饭呢 它有鸡 里边有点小胡萝卜 你发现在这样的一餐当中 属于什么 高盐 高糖 高油食物 这就是标准的美国快餐文化 而里边缺乏的是什么呢 黄焖鸡米饭里边没有蔬菜 还有是什么呢 你没有蔬菜的话 维生素矿物就一定不全 所以在这个里边的话 你比如说像我们会 给大家做一些限制性的要求 总体目的是什么呢 为什么我要把蛋白质里的热量 降一降 把蛋白质里的脂肪降一降 把蛋白质里边生长激素降一降 就是你是纯蛋白 好 你是一个低热量的一个全穀物 你是一个蔬菜 所以说要做这样的一个搭配 好 大家看到没有 限制热量 如果说大家会把限制热量等于结石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错误 限制热量不是不吃 限制热量不是结石 是要把热量部分减低 那么把我们的维生素矿物质 这个部分变高 这才是国际上所推崇的一个原则 所以说在这里面会看到的一些结论 我们就不再给大家讲了 来 在这个里面谈到了一些关键的蛋白质 关键蛋白质是什么呢 它的目的是也是通过热量限制 那么一种找寻到这种延长人类健康的蛋白 那么这个路径我们就不太给大家说了 就比较复杂一点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拿到这样的一些文献 还有一个中国团队的一个发现 热量限制是一种天然的防晒霜 什么叫防晒霜 为什么说热量限制是防晒霜 因为人在老化的过程当中 有多少个我们跟大家讲过 有几种老化途径 一个叫做糖老化 就是吃糖太多 其实这个就是热量限制 因为糖是个空热量 就为啥叫空热量呢 你吃一大堆的糖 就你吃西瓜你吃再多你也吃不饱 但是呢它的热量就很高 糖也是这个 你喝一杯糖水 它对身体的是个空热量 它只有热量 它没有别的营养 所以它就是一个糖老化 是一个我们人体老化的一个主要原因 表现在皮肤上 还有一个什么呢 光老化 阳光照射 大家为什么涂防晒霜 其实是目的是防止这个光老化 那么为什么说你脚热量限制是天然的防晒霜 要从这个角度上去理解 那么我让你的糖老化减低了 就是所谓的年轻人嘴里的抗糖 糖老化减低了 那么你的皮肤就会变好 其实大家很多时候在护肤品上面花的钱 是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们只做是什么呢 精准护肤 那么在脸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纯净生活 也有纯净护肤 那就是什么呢 只做一些清洁 比如说就简单的用水洗一洗 然后呢 包括我们用一点点的这个保湿剂 然后呢 再用一点点的霜 其实就完事 这就是一个防止水分流失的过程 所以太多的人是在护肤上花了太多钱 而不懂得热量限制是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好 在这里面会发现 在照射24小时之后 让热量限制的小老鼠 自由进食 炎症 卷头重来 就是很多人在跟我们反馈 就是说 为什么说我们55岁以上的人坚持纯净生活 就是他会很有感受 因为他的生活真的能改变过来 而我们就像很多人是什么 我戒了两个月的烟 一抽 炎症就回来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把 你如果想让自己身体健康 你一定要做好的 是要长期坚持一种生活习惯的准备 这个也是跟大家做一个提示 不是说我今天做 有效果吗 有效果 但是我明天又去熬夜 又去吃烧烤 又去喝大酒 就是你的 我们很多人的所谓的减肥 不就是这么 凑一点上一点 减一点上一点 所以说在这个里面呢 要理解他的问题所在 好 再看这里面 这个里面所谈到的 在正确的时间 摄入卡路里限制的夜市 什么叫正确的时间 只在一天最活跃的时间段进食 早餐 中餐 这都是我们要 吃完饭之后 你会有一个很长时间的活跃期 那么你如果说夜宵吃太多 晚餐吃太多 你的身体进入了一个休整期 你带着太多的卡路里进去 就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在这里面发现 通过给小鼠的实验 只在夜间 就是小老鼠 他们自己在那边跑来跑去 这是小老鼠的回事 因为人是在白天 小老鼠是在夜晚 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 把夜晚的这个 这个是这样的话 稍微限制一些卡路里饮食 就能够增加几个月 那么对人类来讲 也是说了 类似的时间将饮食限制在白天 所以说在这里面谈到了这个结果 包括预防人体需要的作用 在这里面还发现一个作用 就是我们长期跟大家所讲的 氧化应激反应 氧化应激反应就是高热量 细胞自视能力下降 带来的身体垃圾清除不畅 我们俗称叫做氧化应激 那么我们所谓的什么 喝绿茶呀 喝咖啡呀 吃姜黄啊 用一些抗氧化剂呀 用一些营养补剂呀 核心的目的都是在 针对我们身体的氧化应激反应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 今天也算是因为我们 调整了我们的这个服务对象 这也是一个关于我们观点的一个总数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就是端粒酶 端粒酶呢是每个细胞都有 但是每个细胞呢 它的生长和收缩的这个时间 这一点是我们人类可以去干预控制的 大家会看到这样一句话 我们的端粒酶 会分裂50次左右 那么如何让它的延缓它的分裂 其实我们这边呢也有一些书籍 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 总结一个这个内容 那么2009年 三位医学家获得的诺贝尔奖 主体的一个原因 就是发现端粒 我们也曾经邀请过这样的一些学者 拍摄过一些视频 也给大家呢做了一些精华剪辑 今年呢还有一些会议 我们还是会共同去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个里面也谈到了一些基因的问题等等 这个里面我们简单的大家过一下 谈到一些大家容易理解的一些事情 大家只需要记住 每一次刚才我们的短视频里面说的 我们的新的细胞是哪里来的 是用拷贝的细胞复制来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圆胶片 然后倒板 倒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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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倒板 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一个过程 就是我们基础的这个细胞 它的新陈代谢结构 是由拷贝细胞再拷贝 所以每一次的细胞拷贝 都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就是你 比如说你说我这段时间 我突然间我的细胞拷贝出现了问题 那么就决定了你未来的细胞拷贝上 是在重大问题细胞之上 再做的一次拷贝 所以它出现的问题的可能性就会更高一点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生活习惯 所带来的一个结果 好 我们再往下看 这里边也谈到了一个 端粒梅和衰老的一个时间 那么保护我们的端粒梅的一些基础理论 我们在上面也能够看到一个状态 如何保证端粒梅 这里面也谈到了 我们给中老年所提供的一些国际高端的一些知识 那么激活长寿基因 保持端粒梅的健康 那么2009年的发现 这就是什么呢 我们一直在给大家强调的NAD加这样的一些物质 它可以让我们的身体保护端粒梅的健康 激活这样的一个长寿基因 好 这里面我们一些太细节的问题就不说了 这个里面除了那样的一个长寿蛋白之外 就是我们和我们的这一些新加坡的克莱恩博士 就是美国人 然后被新加坡国立医学院邀请做抗飞研究的 跟他们的一些合作的成果 还有一个包括多运动 还有一个什么呢 调整饮食 这里边谈到的是什么 延长端粒的长度 谈到的是什么呢 膳食纤维 谈到的是什么呢 抗氧化 抗炎 这都是一个让我们老年人 中老年人能够变得健康 变得长寿的一个结构 还有一个减轻压力 另外一个 抗衰补充剂 就是我们所说的NAD加 这样的一些物质 对于中老年人来讲的话 这是一个 关键所在 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所在 所以这就是我们给大家提供了各种各种知识的一个结果 所以让大家能够懂得如何全方面的让我们的老年生活呢 变得更自由更快乐 或者说大家就是能够像我一样 我现在还可以坐引力向上 还可以那个健身的时候 还可以推起很大的一个重量 还可以每天就是在那打拳 就是让我们到了这个50多岁之后 能够维持一个高活力 高活力的话 那么到了70岁多岁 它开始下滑的时候 是从一个更高的高峰缓慢的下滑 这就是一个健康老年 你如果说让它从55岁开始下滑 到了75岁的时候 这个就是你后一段时间 就会是一种靠药物维持的病态生活 大家去尽量 我们会认可我们这个理念的 认可我们这个观点的 愿意跟我们一起去生活的 我们以后会邀请到我们的直播间 为大家提供精准而有价值的深度服务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内容呢 就到这里 今天的这个内容的话呢 以后可能会作为一些伙伴 想了解纯净生活的一个主题介绍 先让大家看一看一些这样的一个基础知识 那么认可了认同了 就是能够愿意买一本书 先自己去学一学 如果确实觉得我们在一些基础理当中 能够有共识 我们再来直播间探讨 好我们看大家问题